駐美大使館發生抗議混戰 全中共大使求美景保護 吳超舍說 柬埔寨詐騙案是中共一帶一路圍獨 台美貿易協商談判起跑 專家說信念主導層次拔高 立為典範 租官方出手維穩 司馬南被傳網禁言 主席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1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內容 日前 中美駐美大使館前 出現抗議民眾遭到親共分子隔街肉馬 以及中共女大使官員 向抗議民眾被宗旨罵狀話的場面 對此 示威民眾要求中共駐美國大使秦剛 給予解釋 不料19日 對此中共大使館就發文公開範稱 使館遭到所謂的反華不法分子滋擾 甚至抗議美國政府 沒有制止民眾抗議的相關行為 隨即引發外界爭議 綜合網絡信息及自由亞洲電台等回題消息說 以前有立場反共的中國女美僑民 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前聚集 分別手持紅底白色版 抗議中國國內部分地方官員侵奪人民財產 同時控訴他們在海外訴求時 曾遭使館派員威脅 因此要求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出面解釋 不料遭到中共公事官員被宗旨罵狀話 但在抗議過程中有十幾個清一色短髮 大多數穿著黑色上衣且講中文 看來此具有軍警情報背景的中年壯男 不斷格街辱罵抗議群眾 甚至口出慰言 雙方一度相互衝過對街斷兵相接 但迅速被現場的美國警察隔開 其中有一名男子隨後被警方逮捕 帶來現場 該報道稱 經網友搜尋比對 被指認為是中國駐美公使徐鶴淵的一名中年婦女 在開車經過抗議現場時就搖低車窗 不僅出人意料好像男性一樣對著抗議民眾大鬧壯話 還邊鬧邊比中止 令不少網友敬呼她真是堂堂的中國駐美公使嗎? 面對質疑 美東時間19日 中共駐美國大使館 以發言人對此回應反而稱 抗議民眾是在所謂的某些反華勢力疏洗組織下 到中國駐美使館進行滋擾 該發言人還說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提出嚴證交涉 但美方沒有對抗民眾進行制止 中方要求美國保護中共駐美使館及人員尊嚴與安全 消息一出 引發網友熱議 有網友說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當初去大使館 看見有人抗議 我覺得也很不可思議 但後來仔細想想 要知道這些人在國內受過多少迫害 很多人死在監獄中 就因為政治觀點不同 很多人受迫害 連帶家人也受迫害 不讓人實現自己的政治宿怨是一回事 迫害驅使 人家回不了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家園被毀 不讓人抗議實在趕不過去 近期 台灣人在簡報寨遭遇高薪詐騙 與人口販賣而生陷困境 引發了各界關注 對此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超涉表示 《簡報寨詐騙案》是中共政府一帶一路的圍獨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8月20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超涉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針對有關《簡報寨詐騙案》的問題 吳超涉表示 行政院已針對《簡報寨詐騙集團》成立專案組 公交部亦為此 進行全力協助行政院 要求越南、泰國之外館必須成立《簡報寨詐騙案》相關專案小組 與其他國家保持合作關係 至於中共政府聲稱願意提供幫助的說法 吳超市就表示 《簡報寨詐騙案》正是中共政府一帶一路的圍獨 所以才導致台灣人在移國他鄉受難 因此 北京當局的這種說法值得懷疑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表年度 《人口販賣報告》稱 在《簡報寨的中國人所組建犯罪集團》 將外籍勞工有騙自當地進行電訊詐騙犯罪活動 該報告將《簡報寨排在人口販賣情況最惡劣的第三集觀察名單》 由此引起《簡報寨政府》強烈不滿 英國BBC新聞引述評論稱 多年來 《簡報寨政府》一直實行中共所謂一中政策 導致台灣無法在該國設立代表處 由此也增加了 構造詐騙案台灣受害者的難度 中華民國外交部引述駐越南胡志明市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統計數據稱 6月21日至8月10日期間 共有222名台灣人在《簡報寨工作》遭受人身自由限制 《簡報寨南部港口城市》西坑奴客 很有可能是受害的台灣人所在的地方 中國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 長期關注華人在海外勞動人權等問題 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 李強說 《簡報寨詐騙案》受害者 以來自中國大陸為多數 《簡報寨多過經濟開發區》中 每個原區有數十家 詐騙公司從事這種犯罪活動 大約5%是來自台灣 尤其是疫情爆發後 這種現象比較嚴重 被受關注的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 近日台美宣布正式啟動協商談判 台方經貿談判辦公室表示 內容涵蓋具四個方向重要目標 專家分析 該倡議將貿易夥伴層次拔高度信念上的合作 美方說將協商結果作為與其他國家談判典範 中華民國行政院貿易談判辦公室8月18日發聲明表示 台美就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正式啟動協商談判 台美在6月1日宣布該倡議 現已達成共識 聲明說談判不涉及關稅 所涵蓋項目具有四個重要目標 包括促進台美農產品貿易 強化台美雙方投資及貿易 強化台灣與各國制度化連結 以及強化市場經濟體制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所長 花佳正博士表示 上述議題範圍相當廣泛 他說跳脫過去純粹就供應鏈 產業面上的合作 他提高到另一個層次的發展 都必須是雙方在認知上是公平且具共同想法的 他向希望之聲分析 未來美國合作的夥伴 他強調價值觀念要吻合的合作夥伴 就是他現在漸漸層次 會提高到信念上的合作 層次再一次被拉高 他要找尋可以信來 能夠理念一致的合作夥伴 這個就變得很重要了 同時美國時間17日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 談判正式開始 美國副貿易代表薩拉·比安琪在聲明中說 今天在美國在台協會 和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主持下 我們開始與台灣談判 這個將深發我們的貿易和投資關係 推動基於共同價值觀的共同貿易優先事項 並為我們的員工和企業推動創新和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中共跳腳 其商務部、國務院台灣辦公室 又發出反對的聲音 宣稱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 確守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比安琪還說 我們計劃實現高標準的承諾和有異議的成果 涵蓋談判任務中11個貿易領域 將有助於建立更公平、更繁榮、 和有彈性的21世紀經濟 台灣之心、正經評論家吳嘉隆向希望之聲分析 美國正推動與中國經濟脫勾 對某些中國企業實施技術禁運 不讓其自西方國家取得技術 於是會要求台灣配合設下防火牆 管制某些技術、設備與軟件出口至中國 才能放心讓台灣繼續成為半導體產業的領導者 轉移最新科技領域至台灣 日前 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貿總談判代表 鄧鎮忠受訪時表示 預期今年年底會有小範圍的成果 希望明年就能將整個協商談判通通完成 花街淨分析 在美國會議員佩洛西、馬基接續訪台 中共採取大型軍事演習等反應後 台美雙方交流越趨走向正式化 從經貿上美國從過去模糊政策 越來越走向戰略清晰 他認為 正式啟動倡議協商談判 最大的改變是台美之間的貿易投資 與供應鏈的合作 將轉變過去台灣較多投資中國的比重 他說 未來會有更多機會是台美之間供應鏈的關係 一個好不好的發展環境 另一個開始 在這樣的中共壓力下 雙方都能達到這個合作的協議 未來台灣要能參與美國主導的其他的 比如 印太經濟架構會有更好的機會 吳嘉隆亦認為 按照目前發展趨勢 美台中將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考慮納入國家安全因素 不要單純追求經濟利益 美台傾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後 可成為一個典範 讓美國套用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談判上 被民眾熟知的大五毛司馬南 近日被爆在美國買屋而陷入輿論風暴 司馬南打著外國牌薄流量 不斷胡言亂語 鼓動民意煽動民粹 自己卻賺到盆滿撥滿 引發大量網民炮轟 雙方在引發網絡社群激烈混戰後 而被官方出手維穩 8月20日 司馬南被傳網禁言 微博、抖音、B站帳號等都處於禁言狀態 現年66歲的司馬南 是中國知名大五毛 有超過3,000萬粉絲 因為當時發表反美激烈言論 被封為反美鬥士 他曾批評別人 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 近日卻被踢爆 2010年花25萬7千美元 在美國加州買了一間房屋 現在值58萬美元 引發輿論戰 而司馬南承認美國買屋 造輿論圍剿後 中共環球時報前總編 胡錫進發文幫康 在美國買過屋 投資國就不能批評美國了? 對於司馬南禁言一事 外界猜測可能 與其針對聯想集團有關 中央社的消息說 司馬南去年開始持續追打聯想集團 佔賣國有資產 引發注目 司馬南及其粉絲 拼命圍攻聯想等民營企業 和柳全智等資本家 否定民營經濟 污名化資本 導致民營企業家紛紛沉默 畏懼、退縮 乃至爆發潤潮 他日前 再發影片向公安部 中央網信辦實名舉報 聯想花錢操控輿論 而如今大陸經濟低迷 就業失業問題同樣嚴峻 正需要發揮民營企業 找就業大作用的時候 中共總理李克強前幾天 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 視察時特別強調 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 中國將堅定不移 擴大開放 對國企、民企、外企及合資企業等各類企業 在改革開放 對國際交易 和國際交易 對國際交易